大家好,我是魚君,我Matthew 今天我來到馬來西亞KL 今天也很特別,有我兩個小粉絲 帶我來Kid Bell來玩 看待會去哪裡玩 Let's go! 今次來馬來西亞主要是籌備新劇拍攝 在籌備期間竟然讓我遇到我兩位小粉絲 趁今天時間空閒 兩位小粉絲說帶我去感受馬來西亞的年輕人生活 正所謂工作不忘娛樂 看看他們今天帶我去哪裡玩 原來馬來西亞都很流行這種多元化遊戲機中心 我已經很久沒打過機了 趁今天掛手人玩兩次 見到這個畫面,此時此境 真的要唱首 這裏都有很多適合一家大小玩的遊戲 當然不少我們香港上派很流行的夾公仔 來呀來呀,機會呀飛雲 機會來呀,機會 好呀 好呀 下一站他們就帶我去一個地方叫做 Super Park 之前我在香港也見過這個地方 原來馬來西亞這裏都有 這裏足足有兩層樓這麼大 適合好動的我們 下到場上當然要跳兩層樓發洩一下吧 讓我挑戰一下這塊波濤洶湧攀石牆 臨走前讓我先打關頭 差點滾到你的溝度 幸好,沒事 之後我的粉絲就說 馬來西亞最近流行室內滾軸流冰 但想不到一去到 就已經人山人台 大排長龍 但不要緊 我們有的是耐性 我們等了一個小時左右 終於進去了 我小學之後就沒有再玩過滾軸流冰 我做了這麼多年的功力 今天終於大排用場了 充滿危紅燈的環境 加上輕快的音樂 令我彷彿置身於80年代的感覺 我不敢想起這首歌 又不是80年代 這麼放心的愛 環穿起身中安手 稍等好久一點 更可愛 禮拜六為何能放膽 走得太遠 我打算踩完ROLLER 就完場了 誰知道他們說 原來還有下場 原來馬來西亞年輕人 在晚上 是流行玩電動滑板 英文叫Scooter 少少錢就可以租借一個Scooter 去探索市中心 我見到很多馬來西亞人 玩電動滑板 都是打馬上的 那我就有樣學樣試一下 誰知道 最後 很感謝我的粉絲們 帶我去感受馬來西亞年輕人的生活 令我看到馬來西亞年輕活力的一面 在這個時候 我就要繼續努力籌備新劇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留意 我魚君樂的最新動向 以及訂閱我們有見娛樂的Youtube Channel 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